明报专讯艺人张志玲的前女经理人梁雅诗,2014年为张接洽三份合共710万元 的广告代言人合约时,设置作价合约和发票,撕取经理人公司的酬劳,案件作续审 辩方盘问经理人公司主席肖定义时称,肖一直甚少理会艺人管理方面的业务 并由被告全权代表张志玲,当被告遭揭发设置价合约,肖用粗口大骂被告 明镜需要您的休息 我们把节目睛看 states》